好 其实这场战争打到现在 看到这么多大国在角力 也刚好就印证老师齐提过好几次 国际关系非常现实 而在现在开战的这个状况之下 中国跟欧盟似乎拉近了一些距离 中国的商务部就公布了 今年前两个月 欧盟成为他们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而且还强调 中欧双方经济互补性是很强的 发展潜力很大 那么双方的经济互动 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 请教老师 是 就如同我们一直都在说的 国际关系真的是非常的现实 现在的中美的竞争 让中国我们说过了 中国感受到不少的压力 他必须要能够找到替代的贸易伙伴 欧盟在过去这段时间 尤其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 前两年尤其在梅克尔 还在当政时期 梅克尔在力推的 欧中贸易投资协定 当时看起来 中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从非常务实 而且只从经济合作的角度来看 看起来欧洲跟中国 欧盟跟中国看起来是走得越来越紧密 但是这两年的政治情况出现了转折 首先是中美之间的冲突不断的升高 在贸易战上冲突不断的升高 让欧盟也必须做出取舍 是不是要跟美国走 还是要继续只看着中国的市场 看起来西方国家 也许是美国拜登上任之后 好像把欧盟的态度做了一些转变 这也造成了欧洲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也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重新考虑 是不是只看经济 虽然中国大陆在公布说 他们跟欧盟的贸易关系 创下了新的高度 但是其实我们从欧盟各项的条件 以及目前暂时被冻结住的 所谓的欧中贸易投资协定 可以看得出来欧盟国家当中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在思考是不是要跟中国 在进行交易的时候 也必须设定下一定的条件 某种程度来说 欧盟也发现了 尤其是乌克兰中途发生之后 欧盟也发现了 当欧盟跟中国的贸易紧密度增高的时候 不仅仅是欧盟要依赖中国 中国某种程度也必须要依赖欧盟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欧盟发现他自己手上也有一定的筹码 可以来对中国大陆 也去北京当局 做出一些制约的动作 透过这种制约的动作 在国际现实当中 也变成了欧盟国家 手上的一种权力 手上的一种力量 这个力量在乌克兰的争议 争议的过程当中 欧盟国家觉得 也许可以透过贸易来影响中国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是 欧盟可能会透过更多的 法规上面的限制 或者是在贸易谈判当中 设下不少的门槛 希望中国可以配合欧盟的期待 那么我们在未来 尤其是欧盟如果跟美国 做比较紧密的结合的时候 中国大陆这边面临的冲击 或面临到的限制 或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北京当局 在外部的压力 其实是真的是受到不少的外部压力 是不是要重新思考 他们自己的策略 或者自己的步伐的调整 这个是我想中国大陆现在面临 尤其是习近平他面临很重要的决策 一个关键的时刻了 看完了外部的压力 就来看一下习近平内部的一些问题了 他的领导地位好像受到了一些挑战 包括了朱镕基在内的党内退休大佬 都反对这个习近平打破惯例 要继续连任总书记 那根据老师的观察 这会让中国内政出现一些动荡吗 是确实是 我们刚才谈完中国外部 现在整个国际变局 造成中国其实他遇到了外部的压力蛮大的 内部的压力 我们得到的情报 相对来说 毕竟他是资讯是比较封闭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情报是比较少 只能透过最后的结果 或者是政策的结果来判断 或者是来推测 中国到底内部有没有一定的压力 是不是一个压力 或正在不断的在升温当中 从最近几次 最近近期的 所谓的出台的各项政策 真的可以推测 目前中国大陆一切以稳定为主 它代表的反映出来的 就是中国国内 可能在经济发展上面 也受到了中美之间 贸易之间的 贸易战之间的之后的影响 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 确实是有一些瓶颈存在 而且中国也必须要 赶快的稳住经济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 像中国这样的政体 如果经济发展 不能够维持稳定 民众的反弹的声音 也许就很难去做一个平息 必须要让民众满意 基本上这样的政体 才能够维持稳定 要让民众满意 经济就必须抓得更稳一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内部的压力 习近平必须要好好的来处理 我们说内部的压力 除了经济之外 还有中国共产党 整个政党 因为党国议题 整个政党内部 也有不同的声音 老实说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 刚才提到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 事实上有一度 大家又在做的辩论是 到底中国对外的策略 要采取韬光养晦 还是像习近平 现在所采取的战狼外交 两大阵营 两种想法之间 最大的奇异 在于到底中国的实力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有一定的基础 可以跟西方民主国家 或可以跟其他的国家 平起平坐 因为这个论述的基础 或相信的基础不同 导致有一些 中国内部 共产党内部 有一些政治精英 觉得习近平冲得太快了 但是过去几年 因为习近平在发展 所谓的大国梦 一带一路 让大家觉得 也许中国真的已经达到了 这个强起来的条件 所以基本上 习近平的路线 没有太多人去做反应 但是在乌克兰的冲突之后 现在的中国 面临了强大的外部的压力 而且看到了经济制裁的力量 如此之大 导致中国的内部 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从媒体报道传出来 似乎像是之前的 资深的这些退休的 退休的中国大陆的官员 像是朱镕基等人 有媒体报道就传出 他们对于习近平的路线 可能有一些疑异 这一点就基本上反映出来 中国内部 或许有一些争议 我们当然可以理解 有一些朋友会觉得 中国也许真的 如同他论述的一样 东升西降也许会发生 只不过发生的时间点 或许大家要去思考 发生的时间点到底在现在 还是在五到十年之后的未来 如果东升西降 发生的时间点 是五到十年之后的未来 现在习近平所论述的 中国的大国梦或强国梦 也许还得再缓缓 也就是说 韜光阳辉或许 是中国必须要思考的路线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